各位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那么台北股市今天很明显的 它是开高走低 在上个礼拜五跟昨天 台北股市是红K做收 尤其像昨天 台北股市开盘是跌百点 那中场这个指数还收红的 从低档往上拉 拉117点 而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 早盘延续昨天开低走高的一个气势 大涨如虹 可是在这里 却几乎是全天 相对低点做收 OTC也一样 所以很明显的 在开盘大家很开心 因为这两天是涨的 那很多投资人想 连续两天拉尾盘 那半年线有手 所以今天一定是红K 所以它很在乎说今天 一定要去买股票 就没想到呢 今天是一个大黑K做收 开高走低 那因为现在投资人 对于行情比较敏感 也是没有信心 所以呢 黑呢 就担心 红呢 就开心 尤其在个股操作上面 红的 一定要赶快下去买 好像隔天一定会涨一样 黑的呢 就赶快卖 反过来 那我问各位 你每天这样子做 你赚个两毛三毛的 一定不够你吃啊 还有一点 每天的红K不一定 你开盘 你认为红K 收盘变成黑K 那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你股票会越买越多 这个我在 4月24号的时候 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个绝对是兵家大计 那既然是兵家大计 我们要赚钱 你希望赚一毛 还是要赚一块 你赚一档一块的 你可以抵十档赚一毛的 那你买十档股票 每一档赚一毛 你还抵不上一档股票 他赚一毛二 他赚一块二 所以 你认为是当天的红黑重要 还是波段的涨跌重要 今天没有量 这个成交量 只有800多亿新台币 端午长价 所以它就横在这里 那各位你要做的事情 很简单 你要赚波段的 还是赚那种迎头小利 你又想抢短 你又怕受伤害 你又做传产 你又怕它怎么样 走得慢 那你不能电子也买 传产也买一大堆 你现在要选强势股拉回 还是弱势股反弹 对不对 开平 走高 这个留一个大红K 礼拜一更不得了 开低走高 这个差的多少 117点 差了117点 盘中台币强盛 我也问大家 盘中为什么台币强盛 为什么 那好不容易开低走高 今天变成开高走低 会造成一个现象 你会发现这三天 你又买一堆股票 那么我跟各位讲 如果我找到一档股票 大家都不知道的利多 如果我找到一档市场上面 都没有发现的 被低估的 好股票 有机会 有机会 未来可以涨三成五成 甚至倍数的 你要不要做 你现在很辛苦 每天在进出 结果发现换来的 是买了一大堆股票 买了好多股票 这边赚三毛 那边赔四毛 就买了实际档股票 才几天的时间 那我说 我找到一档股票 本一笔超低 而且呢 以现在现金殖利率 高达7%以上 股价跟净值差不多 更重要的是 它有潜在的利多 大家都不知道的 而且这利多是确定的 它短线在相对低档区 未来 如果这个利多 持续的慢慢的 在盘面中发酵 等到真正股价涨上去了 我拍胸部给你保证 那个报纸都会写 那个时候股价 可能涨八成甚至一倍 那这个股票 有些故事是 你要用心去把它挖出来 它不是内线 它也不是 这个非法消息得来的 它是在年报当中 正式揭露 可是公司因为没有对外讲 它在年报当中 这些东西 它该揭露都揭露了 它没有必要把它自己 未来长线的大利多 趁现在跟外面公布 那你要知道 你到年报里面 你要去找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功夫 所以我讲 现在大家很多人股票买一大堆 你怎么照顾 你不老老实实做好一档股票 股票是这样子 有转机题材 股价通常都飙得很凶 那当然基欧股长线上面是没有话讲 可是如果一个中短期的股价表现来讲的话 转机股 因为市场上面第一时间它不会发现 所以有时候它涨幅会是五成 八成甚至一倍 那甚至本业基欧的 比如说假设讲 比方说某某公司接到一个订单 当然市场上面不知道 新接的订单 它也不会这样讲 也不会跟市场宣布 那这种如果等到业绩宣布出来之后 或正是市场上知道订单 已经拿到之后 它的股价绝对是已经涨了八成甚至更多了 这就有跟各位讲人性 那我说现在这个股票 10429点 10429 有谁会在这里叫你卖股票 我这个K线放在这里 有谁在这里叫你卖股票 全部卖光 4月24号 不会嘛 那后来呢 那你这里卖股票 在这里你就有资格买股票 你这里把股票通通出清了 把持股集中在这里 你可以就做好一档股票 你就做好一档股票就可以了 那这档股票我跟你讲 就是没有人知道 利波 不是讲没有人知道 不可能没有人知道 公司绝对知道 会计师也绝对知道 因为年报揭露出来 可是市场上面 10个投资人里面 有9个9不知道 这个才是你要 这才是值钱的地方 所以短线上我跟你讲 电子股 怎么样补涨 传产股怎么样相对强势 我觉得都不急 我跟你提到的是 我找到这一类型的股票 市场上不知道利多 你要好好经营 我在这里 股票全数出清了 那很多人是在这里 才要卖股票 我4月24号讲说怎么样 公开提醒 全部出清在这里 你有没有看见 在这里 出在荣之次高当天 我为什么能够准确抓到重要转折 话说回来 如果准确抓到重要转折 那是不是叫准 所以我跟各位讲 要赚赚大的 小的 小鱼小虾 虾兵蟹酱 那个盘面当中 有的时候你今天赚明天赔 没有人知道利多最可怕 所以有些股票 它的利多 等到公布之后 会很惊人 就像爆发户一样 你买到它 说不定就一戏自负 你买到它 说不定股票 你过去10档 20档赔的 搞不好一档就赚回来 你买到这种股票 你买到这种 现在大家市场还不知道利多的股票 说不定 说不定 等到市场知道了 那股价开始飙了 法人开始追了 你坐在轿上 那时候 哇 就很开心了 那时候股价可能就是涨五成八成 甚至一倍 那个时候你再卖 都还觉得怎么样 赚太少 去年一批是4.35元 配三块半 股价在四十几块 殖利率高达7%以上 现在 30.35亿台币 买了两万多瓶 年报当中 经过土地建价师 跟会计师 何可 所公告出来 年报上面 该笔土地的供应价值 是117.6亿元 账面上 花30亿 现在市值117亿 账面价值增加87亿 这笔土地 不要谈开发 我们不讲开发 我们不讲开发 那这个土地 未来如果开发 那个利益会更惊人 光是那块土地 叫树地 我现在把它卖掉 这间公司把它卖掉 我可以贡献这间公司 EPS59块钱 快六个股本 你告诉我你现在买一档 你去买哪一档股票 它的EPS会超过59块钱 当然是有 我举个例子 大力光 大家都知道大力光很好 去年赚100多块钱 3008 大家都知道 这个利多大家都知道 怎么从4900跌下来呢 跌到3500 跌了1340块钱 大力光好不好 当然好 可是市场都知道了 股价到4900了 全市场都知道 在反映了嘛 那市场上的反映 大家都下去买 但是大家下去买之后 那谁要卖股票 当然是低档 当然是在底部 那些已经大赚的人 他有多少 卖多少 赚多少 那你在4900 你买到大力光 在这里你舍不得卖 它的EPS不错 问题是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这个股票 没有人知道 我光这笔土地 我们来算 你自己算算看嘛 这很简单嘛 87亿 贡献EPS59块钱 你自己可以算一算 它的股本多少嘛 它是一档中小型的电子股 87亿可以贡献 它接近六个股本 我就不相信这种股票 你说你要赚那个 两毛三毛的 会比这种股票厉害 我知道你有钱 我知道你股票很多 我知道你看很多电视节目 可是我告诉你 我保证你不知道这张股票是什么 对不对 那我是邀请大家跟各位谈 美东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持久战 你不可能一直买 一直买 一直买 你一会又买半导体 看它跌升反弹 又买资产 那你又买生计 又买运动 哪个强买哪个 到时候怎么样 你买一大堆股票 观众朋友 台商回台 抢水抢电 更抢地 对不对 整个台湾西部可用工业地 只有1000公顷而已 全台现在可用工业用地 大概只等于 鸿海的 深圳 荣华园区大概五个那么大而已 全台可以用的 有的精华工业区的土地 比周边的住宅地还要贵 你知道吗 五股工业区曾经喊到120万一瓶 当然这不是所有五股工业区 喊到120万一瓶 桃园跟土城 也分别要加到20到40万不等 我跟你讲这间公司 它是已经进账了 不是用120万去给你抢这个 这是现在 这是最近 这间公司是已经101年买进30亿 买进2万瓶 账面已经增加87亿 可以贡献一瓶59元的股票 我还去跟你谈那个赚五毛 赚一块 去谈那个小鼻子小眼睛做什么 对不对 我跟各位谈一个重点 你的股票 其实我是跟各位讲 做股票 我们就是把资金集中 因为 很简单一点 你有没有信心 当你买了很多股票 然后都不涨的时候 你保证没有信心 细创 我不要讲说 我们在4月底 跟各位讲 全部出清了 8017我不要讲 这4月底的 这细创在这里 我4月底跟你讲 这股票全部出清 有没有 那不管 反正你股票都出清就对了 你如果听我 在这边把细创输掉 你这边还有一次机会 避开这个下跌 130几块钱 你如果买在这里 130 140 对不对 你看到我节目 你就不会买了 好 那在这里 关键 你有没有避开 你有没有避开 你一定避开 我在4月24号告诉你 全部股票出清 这5月 4月24号有没有 在这里 那你出掉之后 把资金准备好 下来我带你大买 还是那句话 我跟各位讲 人是英雄 钱是胆 那股票 其实都可以调整 没有问题 这个易华店 不是这样子吗 易华店 关键K线请你避开 有没有 你避开了没有 你避开了没有 反弹有没有减码 我说我来帮你反败为胜 你有没有减码 652 有没有看见 今天是不是又破新低 89块 我是来帮你反败为胜的 我不是拿那个旗子过来而已 我带枪带炮弹来挺你的 我是来告诉你说 有些股票你出掉了 你小赔一点点 重点是你收回资金 重点是你把资金集中 重点是未来我们在底部 做好一档股票大干一场 我公开跟你讲 我卖这万一 未来我要大买再一万 你们都来做见证 你们都来做见证 好不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现在才想要出场 才要放空 才开始停损的 全部归队 你人来就好 丁老师带枪带炮挺你 我带枪带炮挺你 资源在我手上 好股票在我这里 你要赚大的就是定国金 就是做好一档股票就好了 不用想那么多 所以我跟各位谈 待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操作 我会再跟你做个报告 那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力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一万一千点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你股票除勤 不然你要集中 卖在万一 我跟你讲 你们都来做见证 未来我要大买 在这里把股票通通除掉 四月底的时候 你除掉你就有办法低接 可是很多人是在这里才开始在卖股票 对不对 甚至很多人股票说 没有办法集中 我记得我一个朋友 因为长期以来 他曾经是我的会员 后来就是 变成是说 已经认识超过十年了 他是个律师 他是个律师 他现在就是 有时候看我节目 那私底下会打电话来跟我讨论一些行情 他就犯了这个问题 在四月多的时候股票买一大堆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陈律师在这里 你股票你要整理整理 我跟他讲了很多 我说看到很多电子股 这边买了涨不动 那看到很多分析师喊的股票 今天涨明天跌 我说这样是一个警讯 那他听我的 他都把股票卖掉 当然他股票卖到剩多少 我想数量降很多 降了非常多 像这个稳帽 杀下来之后我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地方 你集中资金之后呢 你还跟着我买 在这里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稳帽不错 我说大家这个地方担心 杀下来赶快来买 对不对 人气我取 那陈律师他 因为我们在一起久了 我们认识久了 我说很多人停损还放空 那陈律师听了之后 他觉得有道理 他资金集中之后就开始买 那买了 持续涨 对不对 这边大涨 很多人在这里停损 停损就拉上去 他在这里 把资金集中之后 买进稳帽 那又涨 对不对 到今天呢 大盘开高走低 稳帽还在涨 那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 陈律师的故事告诉我们说 第一个股票 你要做好准备 你资金集中之后 对不对 你做好一档股票 要赚比较快 那我们的客户也是一样 低档买进的稳帽 持续大涨 持股就安心报了 当然 其实我就不用担心 你们就 我也不需要再讲了 我在4月24号就告诉大家 股票全部出清了 接下来低档就是看怎么买 要买什么 对不对 像陈律师这种例子 我觉得 你集中一档股票这样做 未来要赚 很快的 贯德也是一样 那短线上面 先赚再讲 你资金集中完之后 先赚再讲 对不对 贯德开盘再创新高 获利虚报 今天继续赚 收最高 所以我讲 我来是帮各位的 也不是空口说白话 我说带枪带炮来挺你的 带枪带炮来挺你的 这个上尾投控不是一样吗 这跟电子贸易战也没有关系 跟科技战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今天整理整理 大盘开高走低 他开低走高 准备突破 所以这里面的例子 其实就跟我当时 就跟我刚才跟各位讲 那个陈律师的故事一样 就是你要做 把资金集中 那未来你做好一档股票就好 像这个股票 我说我带枪带炮来挺你 不是这个两串交随便说说的 人家是真的从年报里面 找出来的这么好的股票 不是像某些人 随便给你画一个图 然后给你遮一下 弄一些奇奇怪怪的 那我讲这档股票 市面上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在做 我跟各位讲 没有人在做 在底部 现在的股价在四十几块钱 他股价都不涨 都不涨 光今天收盘价 你的实力率是7% 7%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 30亿新台币 人家已经买了 买了 现在价值是117亿 117减30 在这里87亿 这个减这个 这是年报 人家讲的 会计师核准的 会计师签了 他的年报 土地的这个 这个估价是算出来的 目前 他这笔土地 现在一瓶 大概 57到59不等 他当时花了15万买 买2万多瓶 这不是枪 这不是子弹 这加农炮 这巨炮 这没有人知道的爆发户 那你们还要去赚那个 一毛两毛 一块两块的 小鼻子小眼睛的 我说 这么累做什么 放心把你的手拿出来 把电话拨通 对不对 丁老师带你玩大的嘛 好不好 电子爆发户 光这个树地 他卖掉 EPS马上 赚59块钱 去年本业4块 3毛5 配3块半 有现金 有获利 股价在净值附近 你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股票 因为没有人知道 所以难得 那你股价 没有人知道 你买了低档 上去了之后 开开心心的 你要赚一块还是赚一倍 你自己想想看就好 好不好 大盘难做 今天只有800多亿 当然嘛 因为你们都没有 找到这种股票嘛 你们都没有找到 这种电子爆发户嘛 对不对 很简单啊 轻轻松松的 388跟上操作啊 不要赚一块 我们来赚一倍 不要买 大家要知道 我来带你做 电子爆发户